你好是安恩 有靠手 歡迎收看今天的 盤面解謎 全攻略 最近出了賽馬男的Christ 而艾蘇地址總共出了8題的盤面解謎 那這部影片的話 就會帶你一一看 就是這些盤面解謎的標準的解法 高級版的部分啊 我才會給一些簡單的提示 如果你想要自己體驗遊戲樂趣的話 可以先聽我的提示 然後再來自己破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操答案 那就直接跳到時間軸可以操答案的地方 首先來看第一個 領先的只有1人 目標是使敵方的主殘者生命值歸為0 很明顯就是要賣這隻的新卡碎層 然後利用它這個進化時變成妖精的能力 因為雷米爾它是有一個磨滅的效果 這樣把兩隻變成妖精之後 我等等大象踩下去之後 才可以把對面的蟲子給踩死 而在進化過後碎層之後 你可以去貼古爾族迷 讓你的方方方可以獲得突進的效果 然後分別解掉兩隻有磨滅的 最後再砸螺血角巨像 這樣恰恰好可以做出6點的直傷 唯有結束時 看你撕幾隻就直接把他砸死 嗯 這個就非常簡單 而這一題近期燃燒吧 其實也是相當簡單 你要運用到這個 獨尊輪四龍的這個跳廢能力 讓自己的進虎不死鳥 在最大隻PP為10的時候 可以削到對面3隻 注意他只會削3隻 等於說你要先用 波濤的鎮壓 拿到免費進化的效果 然後去用進化點之後 搭配到補滅的炎轉 去打那隻已經扣過血的 這樣才可以讓他觸發羨慕曲之後 再撞掉最後一個盾 然後剩下的羨慕曲啊 都要用進虎不死鳥去消 這樣才可以剛剛好的全部解完 接著終結這一關 要使敵方的主戰者生命值歸為0 其實這一場真的是有點難度啦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 賣者有一個護符離場 可以去拿到線槍連結的這個效果 所以說你要去最大化你的賣者 那同時間賣者去進化的時候 也可以去減線槍連結的費數 那等線槍連結有3張以上的時候 就可以打到直上 那同時間由於絕境的崇拜者啊 當你使用卡片的時候 他會獲得加1加1 也需要用到這個本身會即時的效果 去打到對面的頭 絕境崇拜者跟賣者是第一下的優先 如果你直接賣者開擴展魔法的話 會有爆牌的風險 那也不能直接打血死魔蛋 因為對面的場可能會被你解的太乾淨 你會到時候要血下面連結 沒有東西可以 所以我們先丟下絕境崇拜者搭配到賣者之後 擴展魔法要接點67 那接下來的話才可以用賣者去進化 然後送掉 那同時間我們這裡的碎石魔蛋 就直接點一隻的犀牛 那為了不要爆牌 我們先打下了迅蟲的菌麻 然後搭配到進化點 那這裡可以迅強連擊 Rabbit Haya Rabbit Haya 然後再Rabbit Haya 那這裡戲刀其術亮得起來 點頭 再一張的Rabbit Haya 然後最後一張的戲刀其術繼續點頭 那05的火炎粉碎術可以去掐掉對面的58 而魔術術師 再丟下去之後會拿到一把的訓槍連擊 最後一個訓槍連擊剛好點掉對面的56 用魔術術師直接換掉之後賣者也完美換掉 最後13攻的絕境崇拜者直接斬殺 手牌完完全全剛剛好打完 而最後一關要使敵方的主戰者生命值 歸之而為了 那這其中最關鍵的一個點就是 你的銀血可以無視守護進行攻擊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他進化 可是你現在沒有進化點 而他本身也不能自己使用進化點進化 除此之外 二費的葛夢隊還可以做到PP魔術秀 讓他發光的時候你可以把他排下去 然後使用傳奇之海去回廢數 這樣的話你只要達成史過最多的一尾狐 就可以輕鬆解關這一關 這關真的是 我覺得你只要能把握到一些要點 是還蠻簡單的一關 然後這裡就是隨便撞 撞誰是沒有差的 然後這裡 好葛末瑞可以下來了 那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裡要先打銀血 因為銀血的機咒5的效果 還會再加到3-3的一尾狐 一尾狐死掉之後 繼續加另外一戰的銀血 那這裡不能拿鐵滅葉 因為你要先回PP 所以用傳奇之海幫我們完美的回到 快樂的 9PP 快樂9PP之後 你又可以打下你排隊中的最後的鐵滅葉 鐵滅葉一尾狐送掉送掉 然後弄 葛末瑞 讓葛末瑞直接進化銀血 做到一個快樂過盾 帶走 帶走 十九弓 好那接著這關的話是要使敵方的主戰者生命歸之為零 那這一關真的是中級裡面最難的 我在這一關卡了有一段時間 這個手牌最主要一個要點就是 有一張手牌是不能用的 就是飢餓的光輝 其他牌全部都要用到 那同時間你還要去觸發到就是不需的禱告 可以幫你抽兩張牌 因為我們要去讓威爾可以觸發到效果 才可以去補行那個傷害 那就目前而言啊 渴望的狀態是零的 因為回合開始我們沒有抽到牌 所以一定要兩個護符才可以做事 那離座當然我們第一個要先下的是 浪遊雏人 而這裡啊浪遊雏人要去貼 貼子子犬攻擊力 這樣的話等等送掉的時候 他才會去吸掉浪遊雏人 但是浪遊雏人也不能剛好被 對面的卡木娜給換掉 這樣的話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剛好滿足了四個場面之後 打下那個微笑將軍 哈哈哈哈起來之後 做到一個簡單的交換之後 去進化你的浪遊雏人 進化完浪遊雏人之後就非常簡單的 就是直接打不需的禱告 因為你已經有兩個護符了 他就告訴你說 抽我抽我抽我 然後滿足了渴望狀態 威爾可以多打一點 那接著的話我們這裡87 剛好可以去換卡木拉 被他奶到20點血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威爾可以去補齊那傷害 接著就隨便下 威爾兔爾然後聖水 然後加上0的胡爾 全部補血甩光 就直接獲勝了 對任何的順序都沒有 任何的細節都沒有 你就會發現 欸怎麼那麼剛剛好 就是19點攻擊力就帶走了 怎麼那麼剛好 你不要換錯就好 這就是快樂的正結 那為了增加大家的遊戲體驗 我還是會依照慣例 給大家5個提示 那你可以就是聽完我第一個提示之後 就暫停一下 然後再聽第一個提示 如果還是解不出來 就聽第三個提示 一直在推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直接抄答案的話 我會直接標出抄答案的時間 走 這次的提示就是要用 藥鑽聖騎士攻擊對面的死海金屬巨星 然後還有攻擊對面的主戰者 所以這樣你就知道 有一次的攻擊是要給藥鑽的 所以藥鑽就可以把傷害算到裡面 你可以用Code方式去算一下對面的血量 然後接著再用時間邊境的助力者 發動兩次的羨慕去效果 那這樣的話就非常明顯 要如何發動兩次 就是要去偷目光女皇 所以我們第一個提示 不會用到剛毅卓絕的武士 第二個提示是 要開絢爛的解奪 但前提示你不能爆牌 第三個提示是 亞森羅平要第一個下 第四個提示是 要用一費的所向披靡 第五個提示是 不要進化藥鑽 手勢要點藥鑽 那我們就來正式的解奪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要打出 亞森羅平 而他給的手勢就很明顯 就是要直接點藥鑽 這樣你換掉死海巨女巨星 才可以回PP 不會自己死亡 而這時候手牌數為6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開 不用花費數的絢爛的解奪 拿到剩下的手勢還有血子 這非常的關鍵 首先因為你要去觸發目光女皇的效果 所以先透一下目光女皇 這樣才可以讓自己變成 不會暴能強化的所向披靡 而所向披靡就要去點對面的 這個 這個什麼 呃 幽暗守木人 那同時間啊 就是還要再用 歐克托歷斯 去偷對面的炸彈 這裡的話要賺就可以去賺掉 死海巨女巨星 那由於對面從者都沒有死過 他不會生很多東西 不用擔心 回到了 兩點PP 之後啊 分別就是要用黃金之旋去送掉 用按守木者 先去拿到目光女皇的效果之後 我們黃金手勢 搭配到進化點 那這裡 唯一能送死的很明顯就是對面的必殺巴羅爾 在他之前藥狀要記得先攻擊 這樣恰恰好 可以觸發到兩次的炸彈 直接炸死了對方 曼漢肚咖啡 接著這一關啊 要把對面給打死 那同時間你要過這麼多的盾 那這樣的話你要先看一下就是說 官方給你提示 以追逐自由的冒險者斯卡爾 跟兩個細月領主攻擊對面的主戰者吧 那這樣的話就非常明確 兩個細月 但是有一個細月怎麼可能會直接跑到對面頭上 那很明顯就是要去打月下眾生 讓你的細月可以變成六攻擊尺 所以這樣光細月就是十攻 那最後的斯卡爾一定要發動到 他抽兩次牌滿足渴望狀態以外 還要進入到斯卡爾的復仇狀態 才有機會去做到一個擊尺跑起來 好的 那我們緊接著就要給提示了 那第一個提示就是 要使用爪牙線型的融合效果 那要記得啊 他是融合的是中立的牌 這樣才可以讓你的手牌也很有效的減少 去觸發到那些手牌低於一定程度 才可以觸發到的效果 第二個提示是 不要考慮到密爾蘭特 因為他真的太高費了 即使他有機會去揮出七點的傷害 你之後還是傷害會不夠 第三個要利用到四節邪魔攻擊兩次 如何攻擊兩次呢 大家要自己想一下 第四個是 能抽牌的手段要先抽牌 那手中哪些東西 能先抽要考慮一下哦 第五個提示是 盡量都撞拉斯提娜 幫助自己進入到復仇狀態 好 那麼首先第一步就是 盾甲哥布林很明顯啊 是一個E3的攻擊力 所以 盾甲哥布林可以先去換對面的滾滾 那這裡啊就可以用 監營的贏者去換掉對面的拉斯提娜 讓他加攻 那有時候啊你有可能會遇到 就是說盾甲哥布林解錯 然後你自己送不掉的狀況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會怕的話 記得要先丟 就說即是吸血鬼 那我前面有說了 就是我們不會用到米爾蘭特 那說成海小爾摩也不會用到 因為 我們如果要綁定 讓嗜血邪魔兩次入場的話 我們這裡要扣掉四費 剩下五費嘛 五費的話還要打斯卡爾 跟月下眾生 這樣只剩下一費 就只能點記憶軌跡 因為排隊還有這樣的割力啊 才可以滿足到 手牌是最少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先丟是沒有問題的 那同時間啊 要讓嗜血倉鼠去 做到一個送掉的動作 一樣是加攻 那我們這裡非常完美的 用嗜血邪魔去撞拉斯提娜 不要讓自己去吸到血 那這裡砍掉嗜血邪魔 沃爾德直接重新召喚 與此同時 記憶軌跡可以去點 不會送死的同志 其實點吸血也可以 那由於啊 龍龜龜會減三人的關係 我們只會拿一點血 那拉斯提娜被打死之後 會打我們五點血 所以說我們剩下九點血 哪一點血 會變成十點血 不會脫離復仇的狀態 我們就是直接攻擊四血邪魔 沒有問題的 好 確認自己是十點血 才可以打斯卡爾 同時滿足了渴望 一擊 即時效果 那最後啊 爪牙線型就是單純給我們用來抽的 把自己的手牌給濾光 這裡就可以直接進化戲月 把位子給填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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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位子給空出來 那玉霞眾生當然是給生出來的戲月 做到一個六弓 直接 帶走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好的 接著是這一關 那這一關非常關鍵就是 你先看一下簡單的提示 要用暗之劍去點暗雲污泥 等於說你不能重複的觸發到這個效果 因為這樣有個風型就是你到時候會直接卡場 所以要把它能力消掉 這一點需要注意 所以很明顯的葉涅絲要打到對面的頭上 首先第一個提示是 最一開始的這些手牌全部都要打光 第二個提示是 你要去複製第二張的生命量產 第三個提示是 你需要觸發一次的葉涅絲效果 第四個提示是 線圈發明家越早開機咒越好 而第五個提示是我最拿手的 讓勒勒生命量產生出更多的勒勒 最後斬殺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 讓勒勒去做到進化雞池收頭 好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動作 就是你要先去鋪場面 然後同時間啊 你要想辦法去開線圈發明家 然後觸發到一次葉涅絲的效果之後 你可以去點暗之劍給葉涅絲 以防就是他做到一些怪怪的事情 那我們這裡啊 在打出生命量產之前 要先打出智慧的人造體 去複製第二張的生命量產 才可以做到一個PP魔術秀 那同時之間你在送掉造物之前 一定要記得開線圈發明家 不然到時候陀螺會降不下來 那接著我們就直接點 複製洛米亞 一定要複製洛米亞 最後才可以用洛米亞進化手頭 然後讓你的複製洛米亞是複製洛米亞的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全部送光光囉 這裡換掉 換掉 那如果能的話 葉涅絲 你可以考慮先下一下 不是葉涅絲啦 複製洛米亞 我們這裡 複製洛米亞 換掉 然後這隻換掉 然後接著 增值的創造物 二 二 換掉 同時之間 典範轉移 會變成 零費 零費 最後一隻二二龍 完美的換掉 做兩傷 那因為 洛米亞下來會少全場的關係 搭配到進化點 直接即時打頭 四傷加四傷 最後 創造物衝擊 六傷 直接帶走對方 對 就是這樣 炉子簡單 炉子簡單